近载运通 大家好 我是黄培硕 台股大盘间再创高了 21970 涨了400多点 可是400多点的过程 最高涨到485点 结果上市的涨了才301加 下跌竟然有高达625加 涨400多点 上贵的也一样 涨256点 跌了494加 几乎是一半 这个是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超过三分之二都下跌 那怎么会这样呢 这台股的一个特别现象 因为台积电真的是太强了 独强 而且它占的权重比例也太高了 大概全世界股市也没有像它这样 没有像台北股市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台积电一档个股 整个权重的占得那么高 那整个指数的部分 我们讲坦白话 现阶段这样 你看大盘间涨400多点 确实指数已经失真了 我们来看指数的部分 特别今天过高一点点21970 那之前我们是跟你谈到 我说这一组1929以上 也是第五波的一个卖动 那很有机会结束在21937 那它做一个拉回测次级市场完以后 又往上今天过高 那当然就重点观察 今天这个过高21970 到底是不是真正另外一组 推动又要开始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密波假突破 那不对 如果是一个密波假突破 那就这地方 它又要至少再来一次 那这个地方它拉回 也是算一个简单整理而已 那这个如果说 它这个是一个推动往上出去 因为毕竟自然过高的话 我们就要尊重说 它确实也过高了 过高了 那过高以后 它有没有机会展开另一个推升 如果没有那是密波假突破 所以这个观察重点 明后天明天 接下来下礼拜是一个关键 那如果说是一个推升的话 是另外一组推升吗 应该也还不至于 如果说它这个是开始推升出去 它是一个推升的脉动的话 它应该会跟这一组会同一个脉动 因为这整理的太简单了 也就是说它还是第五波在走 那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转折 这个地方我一直在一起没有 因为之前我们是定到 这个可能是不规则的整理 然后这边有一组 这边有一组 这边有一个转折 如果说这一组变成说 它是一个一二三四五波 这边是一组脉动的话 那你这支一二 然后这个三 你这个整理完四间 当然完这个第五波 等于这个第五波里面的 五支一二三四五还是在 第五波里面的一个架构 如果能够推升出去的话 还不是展开另一个 比较终极数的脉动 没有那回事 还在第五波的结构里面 好那当然现在就观察这个重点 是不是有机会突破 那你看台积电的部分 也是一样 台积电之前也过高 899 之前这个地方我们也说 它有机会这个地方 搞一个段落 之前是这样 这边就认为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整理 所以这边一二三四五这样结束 可是这边确实有个小转折 这边也类似同一组脉动 跟大盘一模一样 可能这一组的话 是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波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这边就一二三四五 那因为这个整理也是时间很短 也有机会这是同一组脉动 那这同一组脉动 也是一样在第五小波的结构 那分析这些东西 只是说帮投资本来去了解说 目前台股的位阶大概在哪个地方 什么时候会进行个位阶调整 那就算比较悲观 就说它真的结束了进行位阶调整 我们也是一直主张 你还是要全力找股票做多 对不对 所以分析这个东西 不管它能不能推升 当然如果能够推升 我们乐观其成 不能推升的话 我们还是跟你主张 你还是要找股票全力做多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那个初级的整理 没有问题 跟你个股的操作 跟大盘真的也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跟你追踪大盘 当然是了解它 哪个时间哪个时段 会有比较崩叠性的疑虑 我们也跟你谈过 虽然说我们看它有机会拉回 一样都还没有出现 那样的一个时期 你现在这段 我们也是跟你主张 一样从这个高点 从这个高点 21937它拉回这个点 我们还是一样一直跟你主张 你都是要找股票去做多 没有问题 那如果能够再一个小推升 那当然更是要做多 小推升结束 老师第五波 你说那真的结束 拉回一样还是一样 都维持原样 都是个股表现的阶段 你要等到说 整个A波B波 那个走还要很久 而且这个细微波 如果说再推一小段的话 那时间就又拉更长 所以这个指数的部分 暂时也不用特别去理它 因为确实台积电造成 台北股市的指数呢 大大的失真了 我们讲坦白话 昨天涨了400多年 怎么跌了三分之二的股票呢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 重点就是在悬股 那这个是细微波的卖动 就是说我们进到这一组 这边一个卖动 对不对 那这整理完 它现在又来 它现在又过高 2197我们要尊重它 或者说这个地方 这个整理下来 这如果说它B波 那当然角度波 你就只能拉回 注意它是不是一个推动 如果是一个推动的话 你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折 就在这里 它可能这个是同一组卖动 等于是这边一组 然后这边有一组 然后这个还是第五组 因为这个还是同一组第五波 这个在做推动数据 一样才会是同一组 是这样的架构 这个是大盘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持续跟你做追踪 就是说它有比较 好的变化 当然就没有关系 现在这个是好的变化 它如果说再往上推一个小卖动 第五波才结束的话 那没有关系 比较大的影响性的 比如说即刻会出现一个 比较崩叠性的那一种结构的话 我们会适时的 第一时间跟你做很怎么样 很严谨的一个警示 很严谨的一个警示 也就是这个结构真的是 要非常非常小心 目前前几天虽然说 我们也主张大盘拉威 也还没有出现那个架构 还没有出现那个架构 那现在的话 它还有机会推一小段 可是这一小段还是 如果能够推出去 还是在第五波里面 阿老师就算B波假毒波 你就拉回 一样没有问题 都还是怎么样 个股表现 都是还是个股做多的安全期 你做多个股其实现在就让 其实已经这个我话讲很久了 你根本就不要管大盘 好久好久以前 从这个地方 大概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如果你有印象 应该就这个地方 整个已经确定成型以后 我说至少一个B波 开始往上推了 现在已经展开 才变成一个什么 推升的卖动了 大概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说 那个大盘指数你要特别 就是说整个有崩跌一律 从来也没讲过 已经很久了 从来没有提过说 有崩跌一律 你要赶快去什么 全面偏空操作 完全不必 东东是个股表现 你就是积极在找股票做做 只是你挑什么个股 是重点啊 好 挑什么个股是重点 那么来看个股的部分 好 这才是重点来 差不多像这种东西就是说 我说这种是比较快钱的 那快钱的话赚到有时候 它稍微变化 你就第一时间 你就是上卖方 先把它获利放口袋再说 对不对 类似这种 我说这种就是一个临界价区 你就抢进去 这个大概不会破 你一抢进去它 你看像这种385 对不对 那一天5月31号一抢进去 抢进去 它385最低 你大概停住 39块买 当天就涨停 涨停 在隔天又拉一个涨停 然后又冲到509 三天就30%了 你没有出来最高 它这一翻黑 你可以出没有问题 都还是可以赚27% 都还是可以把它获利落袋 21% 这4562的一个什么 因为买的点你要买的低 你要买的低 我说那切入 拉回切入一个临界价区 你买了的话 进可攻退可守 它现在退回来了 对不对 你退可守 就可以先把它挖挡放口袋 这4562的隐汉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者 这是345的油田 我说这个点大概也不会破 99 那这99不会破 因为它这个转折也很小 这个转折很小 你这如果31 2234拉回来 14不重跌 它很快要过高 如果没有很快过高 这一组 你这个转折就不要管它 它这应该是同一个卖动 就第三波结束 那可能整理直接99 就第四也无不所谓 这个应该有机会 就是还有一个第五波 好 这是345油田 整个结构你要厘清就说 它拉回来临界价区 这个地方99不会破 不会破是因为它有机会扩延 3至1 2 3 4 14不重跌 所以这第一时间拉回来要占买方 再买方应该要很快上去 如果在这边停来停去弄来弄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转折就无效 它会同一组卖动 懂意思吗 那同一组卖动怎么样 我说也无所谓 这个叫进隔空退合手 这三就算结束 这个转折你不管它 这结束它这边震荡完以后怎么样 还有机会过高 有嘛还有一个第五波 因为在震荡的时候就是第四小波 因为这边1 2 3 4 懂意思吗 那我们买完 其实买完隔天就 买完105还是都几乎买最低 我们在选那个买点 其实都选得真的相当漂亮 都选得真的相当漂亮 要不然就快速赶快进场 要不然就这个要有耐心等 那你就等 等的也是都买到最低啊 买到最低完 那隔天就冲到1 1 5 涨7% 后来再休息几天 今天又上来 涨6%到1 1 3.5 那这个结构就这样了 懂不懂 就是我说了 你这个整理如果时间太久的话 这个转折就无效 你把它视为是同一组卖动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同 现在还好 还有机会 因为这个轨道还在 如果再整理久一点 那这个这一组卖动 同一组 那同一组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关系 因为这同一组是三 这边整理久一点是四 这个高点应该还有机会再过 那就是第五小波 这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正常 正常这个转折有效的话 你三次一三次二 这个三次三 你拉回来这里三次四 大概这里 就是我们买那天 隔天应该很快就 要冲出过高才对 它会同一组卖动 这个整理时间一拉长 大概可能这个第三波就结束 那也没有关系 那现在进第四波的震荡整理 因为我们切人买的点低 你看到现在 到现在也 这边震荡那么多天 也都没有回到我们买的点位 105 有没有 也都没有嘛 因为那个你切入 就是那个你要义高人胆大 第一时间第一票 那点位你就要切入 了解是吗 这个是三四五五的油田 那当然这样的话 时间再久一点 也无所谓 应该还有一个第五小波 的一个卖动 这个都是之前 就是把它定掉那个位阶 它大概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会怎么发展 好 这是三四五五的油田 对不对 那你说这档股票也是 我说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 它拉回来这边破低点 应该你都要占买房 都要占买房 这个什么 同时这就是 6863的永道K 当然这也是比较属于 比较活泼的个股 比较活泼的个股 那你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们6月4号去买它 210买进 最低的 206 它一上平盘 它拉上去你就赶快买了 买了以后当天229 昨天整理一下 今天又冲高了 240又涨停了 6863永道K 6863永道K 那你看一下 还会过高 挂点245 当然你买的低 它是拉回来你再买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种结构很容易 就是说这一组脉动推完 它一来破低 正常是会再多整理一下 那多整理一下的话 你这个逢高 如果说今天涨停 OK先可以去报 它再出去 那可能就有机会 推另外一段了 那再回来 那整理完 可能以后整理完再上 那都是一个重点 全部都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那个切入的点位要漂亮 你才能够耐得住它这样震 然后这样看 我买完它涨停 隔天是重错 那今天又涨停 有没有 那你如果买得高 你这个追涨停 你隔天下来就 昨天就糟糕了 可能你又受不了了 那它今天就拉出去了 这是6863的永道KY 就是我常常讲那个切入的点位 你要在临界价区去切入 进可攻退可守 那如果拉出去以后 你成本很低 它耐震一下无所谓 你追高的耐震那不行 懂得是吗 追高的你耐震那没办法 你一定受不了的 这是怎么样 永道KY 今天也表现不错 也都亮灯 都会亮灯 来好再来 那连宇这昨天才跟你谈的 它已经有拉一个 昨天是第二根的 昨天第二根 那这个看这个结构 因为它这个 我是认为只是有个小溪波 可是应该还有机会持续上 这个 它的这个幅度 就是说整个结构 没有那么大 整个规格没那么大 这小A小B 大概一个小C而已 这个小C网可能还是 需要震荡一下 只是说现在这个小C 有机会持续 有机会持续 一样这种 你做这种股票 你速度都还是要快 还是要快 昨天的联宇2482联宇 这39买它后来也挣了很久 挣了很久 这一拉出去就挣了很久 它后来还是有拉涨停 还是有拉涨停 那拉涨停以后呢 今天还是往下压 往下压以后 它还是上来 还是收高5.5% 最高到43.1% 来到43.1% 这是2482的联宇 2482联宇 当然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这昨天才买的 太慢买了一天 无所谓 这种架构是有机会说 这边落底 这边落底 这边落底完 正常 这个其实在刚进入一个 落底完 刚整理而已 才刚整理而已 如果说整理了很久以后 可能有机会说 搞不好 开始推往上的一个发展 目前我看 我们也是仅止于 认定它是反弹的架构 反弹的结构 整理很久了 它有机会 它开始植入以后 开始往上 那是怎样 那就是我说的那种 低机器潜力股 这是我说的那种 低机潜力股 它已经整理很久那种 开始启动那种 很有可能就是 开始推升的卖动了 那这种有可能是 只是反弹 反弹完后可能完了以后 它可能还要再整理 时间还要再拉长 可是你先做再说 至少你先做 真的它不再推了 那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把它获利入带 然后换骨操作 近期我说很多 你可以把一些高机器的个股 把它转换到低机器来 趁现在大盘 老师要大盘穿高 可是你看 其实我说今天跌了 跌了股票是跌了三分之二 是跌了三分之二 大盘涨了四百多点 全部都是个股表现 完完全全都个股表现 对不对 好 这是2482的连鱼 2482的连鱼 来 这来 这个就连鱼 让我不管它 好 来 那穿湖 昨天才跟你谈 我们也是昨天才摆 目前来看也还不错 今天也涨了 今天也涨了 今天也涨了4%多 最后来155 也涨了4%多 那我说重点这档股票 因为它的后续营运动能 我们认定了 其实是相当强劲的 2059穿湖 它4月份的一个 4月份的 这个就还创高 还创高 还创高 那如果以这一种营收的话 如果说第二季都维持这样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第一季才19亿多 19亿多就有 大概将近15块的 15块 那这5块 没有它有一个业外损失 有没有 你这个不看的话 你这个不止 一样都是有15块 都有15块 对不对 那这是19亿 4月份 如果以它等于 就有 都持平的话 你三季都 三个 四五六都持平的话 你等于将近25亿 24亿 有没有 那不得了 营运动物持续往上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毛利相当的高 这个毛利比台积电还高 这两股票的毛利 它都能够维持相 而且毛利率 它的毛利六十几% 下次 六十几% 六十几% 你看它的毛利一直都维持在 五十几%以上 一直都高于台积电 甚至达到66% 达到62% 它的毛利很恐怖 毛利率 一家公司的毛利率 为什么会高 东西好 勾蒙毒气 你懂什么 人家愿意花高价 这是重点 技术有到那个地方 好 它不是技术有到那个地方 2059的川普 这是它的优势 全球四三 那个整个伺服器的一个轨道 四占30%以上 四占30%以上 全世界 全世界 当然这是一个往 很明显的往右上角 运行的一个个股 也就是说它的营运动能 那股价当然我们也主张 也会往右上角 持续来运行 那可是它整理了很久 对不对 那我说很多个股 你整理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整理的末端 因为推一段总是会整理 那推一段总是会整理 那推一段总是会整理 懂得是吗 像你看这个周线 363.5推到1060 整理很久 这周线啊 也整理大概三个月啊 有没有 三四个月啊 你不要看这周线很短短的 这也整理很久 那要推一段 那也整理了三四个月 那我们是主张 这个整理也差不多了 而且这种结构 以周线来看 这边第一大坡第二大坡 第三大坡 这个第四大坡的话 一样一四不会有效重叠嘛 这个整理的最低来到1065啦 一辆的高点1060啦 啊怎么这么巧 就差五块 它就是不会去跌破 其实啊 就算说这一波拉回来 有一点点跌破 你还是要主张说 要有效跌破才算数 否则还是一四是不重叠的 因为我讲过个股的部分 常常有时候会去重叠一点点 指数比较不容易重叠 个股的部分 有时候常会超跌超涨 跌破一点点那个无所谓 不要有效重叠 我讲的它不会有效重叠 如果我们这种规划的话 你一二三四五 有这个第五波过高的话 你这个一四就不会有效重叠 那既然不会有效重叠 我们规划正确的话 我们就要转它第五大坡过高 那第五大坡过高 现在拉回不是就是最低吗 可是现在拉回不是就是最低吗 对不对 最低一个1065 在昨天拉回到 今天又来1095就差不多 破昨天那天有10块 10块 因为高价格是10块 差不多意思 同样 这不是拉回几乎最低 这边整理了大概三个多月 有没有 1475然后下下下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出去有重叠 所以它大概不会一二三四五波下 所以它是三段式的 然后B字A B字B这里 往上就至少B字C 我们是这样主张 或是说A B C这样的结构 因为这一区来已经重叠 它不会说一二三四五下来 那我们就看它细微的脉动 然后我们就看它细微脉动 细微脉动这一段跌 我们是主张有机会跌完嘛 为什么 因为你细微脉动这个地方 这是周线 你会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细微脉动是从这边 1320做一个头 1315跌跌跌跌跌到昨天 我说1105 1100 今天又破到1095 跟都差不多了 那这边有一个五小波的脉动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 就认定说 其实有机会落底的 有机会落底 我们这个地方要布局 其实这个结构 就算破了106 我们还是主张它 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要找买点 那因为这个第五波 当然现在这个下降轨道 其实都还没有越过 你说再扩一点点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影响那个结构 也没有影响 也没有影响 懂得什么 只是说 我们担心它跑掉 我们会提早布局 一有那个型出来 一有那个型出来 一有三四五波 有那个波型叠四出来 我们会进场去怎么样 去抄它的底 去抄它的底 老师抄底抄底 我们抄底怎么样 有三四四三 我们抄底就抄得很漂亮 不过这个不是靠运气 这要有所本的 有它的理论架构 来做依据的 来操作的 不是乱操一通 它有一个小12345 它有一个小12345波 对不对 窗户 有没有 这个架构 那我说这样的结构 当然我们就主张 我们要做它这一段 我们要做它这一段 这是2059的窗户 今天表现也不错 今天表现也不错 今天也涨了4%多 来到1155 至少怎么样 诶 又先立于不败之地 又先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股票我们也怎么样 这股票我们也 其实像这 我都也同步放在 我们的live粉丝团里面 然后给你做最详尽的解析 我们放的都不是马后炮 这个川普昨天涨了吗 没有涨吗 有没有涨 昨天没涨啊 我说昨天那个拉回 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它 人家说分析涨停板 老师你分析那个拉回干嘛 我说如果有机会 他这个地方是布局的买点 那我们来分析才有意义啊 这个昨天也同步放在 我们的live粉丝团 我下面有两个QR Code 欢迎你扫描按加入 一个是live粉丝团的 对不对 你同步的我们解析 川普为什么 这个地方什么位阶 我们操作的逻辑 世卫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用怎么样 文字叙述跟你讲清楚 说明白 还复途解说给你 也欢迎你的加入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可以 另外一个是我的频道 那你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每天的节目是这个时间 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 没时间看 没关系 你订阅我的频道 你随时可以进去看 那里面还有一些 技术教学的部分 通过里面还有一些 技术教学的部分 这一本进化播放战法 有没有 我暂时给它先分几集 来教你们 这都免费的 通过这个什么 教学12345 有没有 6789 有没有 5678 这每一集每一集 你都可以点进去看 都不用钱的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好 这个是2059的窗户 今天也没有让婚姻失望 来 那光阳科是底部 这个底部布局的 底部布局完了 我这一天出的很漂亮 出完 拉回来这里我们要再买 对不对 好我们看的是比较长线的部分 对不对 好 那你说这个庸智科我觉得 有机会直接正在推 正在推 对不对 那熊师这个也是 其实这个营运动能都很漂亮 这我们在赘述 那你说创意这个点 拦截最低嘛 卖得很漂亮 400块 差不多 这400块扎扎实实落袋 对落袋 几帽 你看我这个出的漂亮不漂亮 你看这个已经出多久了 107% 已经出多久了 来 1587的几帽 你现在看看这个几帽 这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有没有懂 没有嘛 我们出在这里啊 出了对不对嘛 你自己看吧 1587的几帽 该出还是要出 把他放口袋 把他放口袋 我说这个部分喔 文件操作低机器的潜力股 欢迎你更上来 欢迎你更上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不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虎市的起跑点 至今出现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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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 真心照顾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虎市的起跑点 至今出现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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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达头部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我说大盘这个地方呢 其实指数一定完全失真了 像你今天大涨400多点 跌了三分之二 重点在个股 通过重点在个股 稳健操作低机器的潜力股 立马跟上脚步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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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老婆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机在手 转发